本台消息 11月20号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 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 总统先生今年4月 对中国进行成功访问以来 中法各层级交往 快速恢复 各领域合作扎实推进 取得不少成果 2024年 我们将迎来两国建交60周年 双方要传好历史的接力棒 坚守建交初心 更续传统友谊 推动中法关系迈上新台阶 中方愿同法方保持高层交往 开好中法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 新一次会议 推动教育文化科研等合作 取得新进展 促进两国人民友好往来 中方赞赏法方积极参与 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和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乐见更多法国产品 进入中国市场 欢迎更多法国企业来华投资 希望法方为中国企业赴法投资 提供公平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中方愿同法方加强在联合国等 多边机构合作 今年是中欧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0周年 面对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 中欧应该坚持做互利合作的伙伴 希望法方为推动中欧关系积极发展 发挥建设性作用 习近平强调 中法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合作良好 即将在迪拜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第28次缔约方大会将对巴黎协定进行首次盘点 总结评估实施进展 引导未来全球气候治理进程 应该维护巴黎协定制度框架 特别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和国家贡献的自主性 中方愿同法方一道 对外发出中法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的有利信号 推动联合国气候变化迪拜大会取得成功 马克龙表示 我对今年4月对中国的成功访问记忆犹新 对近期两国各层级保持交往对话感到满意 当前国际形势下 法中保持战略沟通合作意义重大 法方愿以明年法中建交60周年为契机 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 深化经贸 航空 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 法方希望同中方就联合国气候变化迪拜大会密切沟通 继续合作应对气候变化 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全球性问题 法方愿推动欧盟和中国 本着相互尊重 互利合作精神 进一步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两国元首就巴以冲突交换了意见 两国元首都认为 当务之急是避免巴以局势进一步恶化 尤其是不能出现更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两国方案是解决巴以冲突 循环往复的根本出路 双方同意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 继续保持沟通 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 和平稳定做出质献 稍等 road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